史上最垮大企劃 每天六點準時發片 OK 各位觀眾 今天我們要開箱呢 就是由BenQ公司贊助提供的 J65700大型液晶電視 OK 各位觀眾 我們已經把它裝好了 其實真的非常大的台 65吋 對比旁邊這台 32吋 真的是大小台差很多 當然啦 各位我們今天開這個箱呢 一定要回饋給各位了 這台電視 是我們要抽出去 而且是全新的喔 那至於怎麼抽呢 記得看到最後面 你們就知道啦 Let's go 那我們這台BenQ J65700大型液晶電視 標榜的就是 低延遲 低燃光 畫面優化 暗部拉高 4K HDL 裝衛遊戲 所誕生的一台大型液晶電視 OK 接下來我們就要測試 PS4進入電視的感覺是如何了 好不好 接下來我們選用漫威資本這款遊戲 來做影像模式測試的項目吧 我們看一下遙控器這部分 有一個影像模式 點選下去之後呢 可以有標準、鮮明、運動、劇院、電腦等遊戲的部分 那這個可以針對你所觀看的內容來做個調整 像是標準的話 你可以選擇看新聞或是戲劇紀錄片等等之類 假設你想看體育項目的話可以選運動 那想看電影的話可以選劇院 那我們玩遊戲的話 基本上你就是會選擇遊戲的項目 遊戲的項目呢 可以降低輸入延遲並提升回應的能力 根據Rteam等其他的相關測試網站呢 證明好的遊戲輸入模式延遲呢 要小於40毫秒 而我們J系列呢 透過HDL算接 輸入延遲最短可達到18毫秒 那補充一下 J6700呢 延遲是36毫秒 但是J50700可以延遲為18毫秒 等於說 J系列中 J50700表現更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測試遊戲的部分吧 目前看著美麗的曼哈頓的景色 我們來這邊看一下 假設在這邊 我們稍微瞬間 我們現在是遊戲模式 走 回來 走 回來 其實都還蠻及時的 那接下來我們再切換成標準模式 來測試看看 這樣子的來回的動作 是不是會有延遲比較明顯的反應層次 好接下來我們切換成標準模式 有沒有 在來回的過程中 它會比較慢折返回來 哎唷差點摔下去 再看一次哦 當我切換回來的時候 它會頓了一下比較久 好接下來我們切換到HDR遊戲的模式 再回來再比較一次看看 看看到底有沒有差很多 有沒有 馬上就回來 假設你在對一些即時反應的話呢 如果這樣子降低你的延遲的話 感覺會更棒一點點 好不好 那我們接下來換下一個遊戲來試試看 OK 接下來呢 我們換了一款遊戲叫做 避邪狂殺 那我們除了剛剛的影像模式之外呢 有些遊戲呢 或是它有支援HDR的部分 這個也都同步支援HDR呢 能夠讓你的顯色呢 更加的還原 那除了這個部分 還有一個就是藍光啦 那藍光呢 也是這一台電視的一個優點 我們可以看一下 低藍光的部分 這個你按下去之後呢 有四段 那最高可以減低70% 我們一段一段跳上去 好 先慢慢的減 有一點點變黃了 再減一般的 又更黃了 再第三段的 喔 更黃了 第四段 OK 這樣子就跟手機的部分一樣 其實有時候 藍光對我們眼睛是比較傷的 那我們看一下最強 跟關掉的部分 OK 這是有藍光的狀態 其實你現在看這樣子 反而會覺得眼睛不舒服 那這個就因人而異去調整這樣子 好不好 總之就是可以互言夠麻糬啦 OK 接下來我們還要再做一個不閃屏的測試 那我們先前有提到這台電視呢 是不會閃屏的 那我們要怎麼測試 我們用手機的APP來做一個調整 那現在呢 我們在這邊可以調整一下快門的速度 我們大概把它調到250跟500之間來做一個測試 如果這樣子拍起來呢 還不會有閃屏的話 代表就不會 待會呢我們會用其他的來做一個比較 250 沒問題 喔 250沒問題 那我們再試試看其他的部分 好 我們再調到500 在這些快門速度之下 完全都沒有閃屏 好不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測試其他的部分 來比較看在這250到500之間的這些快門速度呢 是不是會有閃屏的動作 好的 接下來呢我們用其他的螢幕呢 來跟硬性電視做一下比較 把我們的快門速度呢調到 250 喔 250 目前是250 其實這樣子看起來就發現說 電腦螢幕是會閃爍的 快門調到500 其實會更嚴重喔 喔 你看這樣子調會更嚴重 BenQ J65700真的是一個不閃屏 OK 各位 那除了呢電動的部分之外呢 這台電視呢還有支援智慧聯網 按下這個 有沒有 就一些其他的一些東西的一些程式 有Netflix還有YouTube 還有一些瀏覽器遊戲 然後還有TV這樣子 那有一些部分是需要會員的部分啦 那我自己是還蠻常用電視來看YouTube的 因為我自己客廳電視也都是這樣子齁 就可以直接看 很方便 你不用一直在看著手機 看你要聽的或是看別人拍的影片 都非常的OK 好不好 那當然呢還有一些其他附加的功能 像這你選擇多媒體 那多媒體我們可以看一下這一邊 如果呢 你家裡你想要放照片給大家看 你可以在後面插一個隨身碟 就可以直接讀取出來在這邊 齁 你就可以看到是你自己隨便點 點進去呢 一樣是影像照片檔案都可以播放這樣子 齁 現在正在連線到Smart TV 那待會我們的手機就可以直接做一個控制的部分 好 我們選一下這種NCS 那就跳出來說你要播放嗎 你就按播放 播放 齁 然後這邊呢 就投射過來 然後你從這邊呢也可以控制你的聲音大小 這是一種蠻方便的方法 我們再隨便再試一個 嗯 這邊在測試我們測無完全的齁 這樣再點一下 一樣你再按播放 齁 這邊一樣 就在播放了 所以你就可以控制它了 其實很方便 就等於是你的手機就是一個控制器 這個是關於其他的一些附屬功能 我覺得都是蠻方便的 那只要你的那個程式有支援可以跟 連結呢 投印的話 就可以來做這個串連的部分 OK各位觀眾 我們今天開箱的就是 BenQ J65 700系列的這台液晶電視 專門for gaming的好不好 是不是有點心動了呢 想要把它帶回去嗎 今天我們就是要抽出這一台 到底該怎麼抽的 請記得在這個影片的下方打上17個字 BenQ 大型液晶J系列打電動 就是爽 那如果你怕不知道怎麼打 我會把這個 留在我的資訊欄那邊 你直接複製貼上去 還有各位記得 因為要求公平幾件 如果你重複留言的話 我就會把你的留言刪掉 以示公平 好不好 所以藝人只能一留言 到時候一個禮拜後 這個影片從播出到 之後的一個禮拜後 我們就會來準備進行直播抽獎 來告訴大家誰獲得了這台 BenQ G67版的大型液晶電視 好不好 OK就是我們今天的開箱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幫我按個讚 按個訂閱 所以三個小鈴鐺 我們下次開箱再見 大家掰掰 最後感謝BenQ 提供這個高級獎品貴貴的觀眾 謝謝謝謝 請大家記得在影片下方 留下BenQ大型液晶電視 記得打電視就是爽成首獎喔